冯小姐 雪车在里面等您 嗯 还没开始呢 没呢 还差一尾 不可以说啊 行 不用管他 洗干净的 天气冷了 你多穿一点 你少管我 你给我发消息 让我给你送过来的吗 我给你发消息 风吴 你觉得可能吗 啊 林逗逗 你是不是又玩手机了 人家也是关心你嘛 既然是他发的 那你给他吧 给我吧 那燕安五姐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听说你店里很忙 要不我把务工费给你吧 好 十八万八 现金还是转账 你额我呢 什么咖啡要十八万八 店里刚出的新品 一个头部博主当场就要顶 但是只有我会做 所以就把钱推给人家了 星池哥哥 好吧 风吴 这信息 是我发的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羞辱 罢了 终归是我欠他一条人命 小九爷到了 好 小九爷 好久不见 这是让我们封小嫂罚站的 小九爷 你们都站着 害怕 前段时间 朵朵未经您的同意 就得朋友圈发了您的照片 为您招来了很多烂桃花和麻烦 实在是抱歉 不过他也不是故意的 您的人也已经惩罚过他 要不我看这件事 还是算了吗 徐少爷 这女的和你什么关系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和冯小草才是一对吧 你们不是已经定过婚了 难道你出轨了 不是的小九爷 我和兴师哥之间的事 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我看有关系啊 他未婚妻站在这 他不求情 那女的一点小事 他兴师动众的 是我感觉错了吗 他怎么好像在帮我说话 小九爷误会 订婚的事情 都是外面的谣传 那谁 这大冷天的空调开十八度 便废你说 小九爷您喜欢多少度啊 三十七度 九爷 最高只有三十度 只有三十度 笑什么 像我没尝试 那就开到最高 好 父子就今天的举动真反常 九爷 得饶人处且饶人 要不 看他不懂事的分事 不懂事 这不是我老子 形容我的嘴 小九爷 之前是我的错 朋友圈和照片都删了 你就原谅为此了 别 这女的跟我道歉 我怕折我瘦 这种酷刑 就由嘲笑我的人代替吧 小九爷 让林多多给封屋道歉 你耳朵不好使吗 这封小嫂敢嘲笑我 这女的敢偷拍我 都得罚 小九爷 您这是故意羞辱 图了亦了 那我走了 我的时间宝贵 可不是十八万八 能够赔得起的 这混是魔王 难道真是在帮我 讨回公道吗 阿妩姐 对不起 难受了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嘲笑我 说话呀 封屋 原不原谅 林小姐 是在跟您道歉 那我不原谅 林小姐 小九爷说 她不原谅 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太热了 给你穿 不用了 我一会上车就不冷了 让你穿就穿 哪能够废话 嗯 那 谢谢小姐原来 我洗好后还给你 原来不等兄弟 是害怕妹妹的欺负呀 还嫌热把大衣给人家 我看你就是怕人家冻着 你想多了 我是看她眼下可怜 怕她再把心给冻下了 原来是攀上了傅思九 快 或许是你多想 这傅家老妖 本就行了无常 不按套路出牌 你就真不怕 我知道当年的真相啊 有什么可怕 她就算知道了 嗯 行驰 你适可而止啊 当年那件事 你明知道不是她的错 我最愤怂 阿妩回来了 哪来的大衣啊 朋友的 洗完之后还得还她 听说 听说 行驰又欺负你了 爸 我想搬出去住 是这样的 甜品店也已经步入正轨 经常需要熬夜加班 住在家里不方便 是不是因为许家就在隔壁 重归是咱们对不起人家 当年若不是我来找你 行驰妈妈也不至于 被人抢劫杀害呀 不是因为她 爸 我长大了 该自己生活了 你们俩 总归是有婚约关系的 还不如先订婚吧 爸爸 我不想订婚 胡闹 当年这可是你妈妈和许妈妈 一起定下的婚约 这是你妈妈的心愿 还有 是我们家亏欠许家 这婚事只能许家说不要 爸爸 你明明就知道星驰哥 他根本就不爱我 不明白这桩婚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你知道要是我们冯家退了婚 外面多少人会戳我们的脊梁骨吗 哎呀 好了好了 先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 来 阿妩吃点水果吧 新闻你看了吗 港区富家大哨接管了富士 核心业务都落到了大方手上 阿妩 您怎么知道这些呢 哎呀 也就是跟太太们闲聊时说起的 傅思九被送到猪城时还小 那时候富家内部很乱 据说啊 田高考志愿的时候 她姐让她报港大 结果一转头 傅思九就报了猪的 她家里人都气死了 这么说起来她还是你学长呢 嗯 阿姨 您和别的太太闲聊的时候 还是少谈论傅思九的好 她这个人蛮小气的 哦 好嘞好嘞 过几天哪 是星池二十五岁生日 你别忘了准备啊 哦 小达 记得给许家的蛋糕多饭玩过 星池哥喜欢 好的阿妩姐 欢迎光临 傅思九以前从来不来这种地方的 难道她是特地来找我的吗 冯小草 给我来杯咖啡 小九爷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这里啊 顺便路过 怎么 不欢迎我 风窝 你怎么这么自恋 觉得人家是来找你的 没有 我哪敢呢 小九爷 我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喊小九爷 难道她是觉得我把她喊老了 九哥 不用给 我请你的 就当谢谢你当时在包厢帮我说话 我才没有帮你说话 我知道您没有想帮我说话 但您随便的几句话 对我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 我也没有什么能给您的 只能请您喝杯咖啡了 冯小草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 在诸城还敢这么嚣张 真是不知道小爷我是谁了 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 有点允许 二手 三眼 二手 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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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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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 老婆 一口一口 罢了 他估计早就忘了 对了 你是想打包还是店里喝 打包 小哥怎么一大早就犯困 犯困才来你店里买咖啡 我 欢迎 支付宝到账一千元 小哥 说好我请客的 你不能付的 我加你个联系方式 把钱转给你 以后朋友圈需要点赞的 尽管开课 好 好 我还有事先走了 哇姐 傅思琴也太帅了吧 他也不像传闻中那么桀骜不驯嘛 感觉你们俩还挺有cp感 小桃 傅思琴这种人 可不是我能告判的 哦 我说错话了 我知道你有许少 我和杏驰哥没有什么 一会儿你忙完 记得晚点把蛋糕送去许家 我先走了 好的 阿妩 你怎么跟他庸人一样 我大老远的回来 你也不说陪陪我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朋友了 好了 这是我的工作 你可拉倒了 哪有免费给人干活的 我欠杏驰哥的 这辈子也还不清 这有什么欠不欠的 再说了 这当年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 要怪就怪杀害许妈妈的那个劫匪 音音别再说了 要不是因为我 许妈妈就不会碰到那个歹徒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受的 行吧行吧 我不说了 他身边那个小狐狸精是谁啊 做一个许少又一个许少的 真招人烦 追求这吧 真希望冯伯父看到他这副烂人样 断了撮合你们的念头 我想吃蛋糕了 好啊 切蛋糕吧 阿妩 走 帮兴侍切蛋糕 赶紧 叫你一起 阿妩 快 切蛋糕 快切 等等啊 让朵朵帮我写 许星驰 你别忘了谁才是跟你有婚约的人 她是什么东西 再说了 婚约 我答应了吗 你 盐盐 别说了 哎呀 怎么全都是芒果啊 星驰 人家最讨厌吃芒果了 风吴 蛋糕你做的 你给它吃掉 徐星驰 你疯了 你明知道阿妩对芒果过敏 星驰 你别太过了 差不多就得了 那又怎么样 过敏而已 又死不了 星驰 你疯了 你明知道阿妩对芒果过敏 星驰 哥 怎么 勾搭上傅司酒 翅膀硬啊 我和九哥没有关系 九哥 叫的倒是挺亲热 你别忘了 我妈到底是因为谁才死的 你欠我的 这废子都还不清 星驰 你别太过了 一盘蛋糕而已 没那么难吧 吃了蛋糕 说不定我就原谅你了 朵朵 终究是你欠她的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呢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呢 昨天差不多在这上 从此以后 我们 胡小嫂 你是不是瘋了 你明知道自己芒果过敏 你还要吃 在你心里 许行迟就这么重要吗 你为了他 你连命都不要了 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许行迟 你去捉吧 阿妩让你给捉没了 是他欠我的 他这辈子都别想逃走 你又在哪 一定会出去的 许玥 走过敏科是最好的医生过来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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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病人放到病床上 让一下让一下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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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 先在外面等等 您 我 dimin装 你比不厉害 你比吧 还年轻 你比我要 你比我要 这都比我要 您啊 现在 我好想 您的病人 您犯 i know you 小哥 麻烦您了 医药费多少 一会儿我转给你 冯小草 我说过了 跟我妹必要这么客气 你刚哭什么呀 不会是因为 许星驰的态度吧 如果是这样 你真该晃晃你这脑子里的水了 哎 你几岁了 身边有的不知道关于的 跟他没有关系 那是因为什么 过敏药需要连续吃一周 这两天回去需要特别注意 如果病情反复就要住院了 我知道了医生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回去 嗯 谢谢九哥 我送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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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谢谢九哥 可怜啊 阿妩妹妹家里 还有个后妈和记弟 家产以后估计都是弟弟的 还摊上许星驰 这个魔人的小丢铁 她和许星驰会掰 你怎么确定会掰 阿妩妹妹天天跟在许星驰后 就因为这点事 应该不至于 她会掰 爸爸 我跟你许不破商量过了 既然你们真的没感情 这婚事就此做爸爸 谢谢爸爸 但是啊 你搬出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想了 给我乖乖地待在家里 可是我已经交完定情了 在玫瑰院离天平店很近 这件事没得商量 你是想让人多来看我冯厚海的笑话吗 笑我偌大的冯家容不下你 还是笑你后妈磕待你 爸 这么多年您也知道 新驰阁身边的女人从没短望 谁子如果不是她做的太过分 你也不会为我吞吞吞吞吞 你忘了 持有 你还好意思说 我做的这些 还不都是在替你赎罪啊 啊 你刚吹了不是因为你 许妈妈她就不会 许妈妈就不会死 这些年我已经听过太多遍了 但我不是你拿来奏销的工具 老冯 以后我不会再忍让你 阿妩 阿妩 越来越不像话了是不是 如果妈妈还在的话就好了 两位妈妈 我跟新驰哥的婚事 就这样算了 好不好 这么多年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我好累 妈妈 帮我跟许妈妈求求情 让她不要怪我 好不好 爸爸 妈妈 我好想你 我的疼 跟九哥说说 又哭什么呢 谢谢九哥 九哥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不放心你 跟着你来的 想逛啊 怎么 这里是你开的 还不许人来了 九哥 闲着没事喜欢过墓地 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癖好 你这种说话方式是谁教你的 你就不怕我生气吗 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我车坏了 你送我回去吧 来去 九哥 其实 你可以叫个车的 手机没电 解放也没电 这样你还大半夜出来 冯小草 你到底送 还是不送 我送还不行吗 这才快乐 二位需要来点什么 一碗馄饨 我也要一碗馄饨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不要葱花 哎 姑娘你这就不懂了 葱花可是灵魂 你尝尝就知道了 算了 撒都撒了 那就吃吧 二位的馄饨 他 这是在帮我挑葱花 不喜欢 不喜欢 为什么不拒绝 老板也是好心嘛 而且我可以吃点葱花的 之前我说不吃葱花 阿姨做饭就再也没有放过 后来我爸呀就总提 你阿姨如何如何 千万不要让她伤心这种话 冯小草 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妥协的 也不要觉得 每次都会麻烦别人 知道了九哥 还有 每次受委屈了 不要老找你妈妈哭 阿姨知道了会伤心的 以后有事儿找九哥 好 看什么呢 我知道我很帅 赶紧吃吧 以后 就归屋管了 不会再让你顺其父 吃饱了走回家九哥那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我打车了 你不是没带手机和钱包吗 我逗你的 那我先回去了 到家给我报个平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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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每次都这么高兴 也不要觉得 每次都会麻烦你 还有 每次受委屈了 不要老找你妈妈哭 阿姨知道了 不小心呢 以后有事儿找九哥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爸爸 应该回去和清智哥提退婚吧 音音 我搬新家了 你来给我温君好不好 好啊 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不和你那个继母和弟弟一起了 嗯 以后 我再也不用讨好他们一家人了 那我去找你玩 嗯 风屋 现在起 你再也不用 在冯家扮演一个毫无情绪的木偶了 你要去哪里 去冯家 爸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打算拿着妈妈留给儿媳妇的镯子 去冯家提心 你不用去了 冯家已经退婚了 哼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退婚啊 就算是冯吴胡闹 冯叔也不会答应的 你给我站住 你那天做得太过难 你冯叔是个急要面子的 你把那女人带到明面上 你不是他冯吴的脸 而是他冯后海的脸 我去刀线 只要我一个电话 冯吴立马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回来 巨星池 你够的 当初你妈到底是因为谁出去的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她追出去是为了找高考实力的你 你明明知道你母亲是因为你而死 还把这件事算在了冯吴的头上 九哥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搬到这里来了 正想去机场路过 就过来看看你 怎么 你想要感冒 然后捧死我 没有 九哥 去机场 是要去哪里过元旦吗 要回趟港城 九哥 你当时为什么来铸丑啊 这个问题我可以问吗 第一 我们家老头前后娶了三个老婆 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沾花惹草 而我又是家里的老妖 为了继承权的事情 这些年 傅家没少内乱 大哥大姐怕我受伤害 这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原来港区太子银 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冯小草 你该不会拿我的秘密到处去说吧 怎么可能 我发誓 当然不会 嗯 我相信你 那 第二个呢 冯母 你怎么这么八卦 九云 家里在催了 那是 那是 第二个原因下次再告诉你 九哥今天要走了 有事记得给九哥打电话 好 你 快去吧 看你上楼我再走 嗯 那我先回去了 冯小草 希望你是真的放下了 当当当当 最后一道菜了 赶快吃吧 怎么这么厉害啊 那必须的 快尝尝 跨年夜的温居宴 嗯 你 你 你 不 怎么这么开心啊 哎呀 没给谁发消息 哎 被我看到了 你刚刚笑得一脸糟了 你不会还和 徐青之后联系啊 我 音音 我和青之后 不会再有任何瓜告了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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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九 今天心情不错嘛 你这是有情况啊 是不是谈恋爱了 不过呢 你也确实老大不小了 该找个女朋友了 要不然啊 家里可是要安排你相亲了 不过呢 你也确实老大不小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还不赶紧带回来给家里看看 正翘着呢 我说小九 这不道德的事情咱可不能干啊 不 就是因为她 我和她一辈子都为我妈的死而亏求 都是我默认了这件事 不过是为了冯家的帮衬 如今冯家 也愿意帮助我们 这已经很好了 我不同意 你也不喜欢她何必呢 这婚事到此为止吧 别到最后闹得太难看了 这就将拜托我 休想 九哥 你还真是神了 阿巫妹妹还真的退婚了 而且是冯厚海亲自上门找许坤 退掉了他俩的婚事 不仅如此 阿巫妹妹还搬出去了 地址给我 哎 蹭一点 蹭一点 要不你去我侧面拍吧 哎 这边画 看一下 怎么了 哎 看来是真的 哎 阿巫 你还记得那个傅思九吧 就上次生日宴上 帮你解围的那个傅思九 你们是不是很熟啊 我和傅思九 能算是朋友的关系吗 嗯 也没那么熟吧 嗯 那就好 听说最近傅家呀 正在给他安排相亲联姻 你可小心那些傅家千金 别因为之前他帮你解围的事 被盯上了啊 也没那么夸张吧 他可是傅家人 多少人想成为他的女人 你可别跟他扯上男女关系啊 啊 不思九 哪里是我能笑想的 啊 阿妩妹妹是在避嫌啊 看来你和田家小姐逛公园的事情 还真是有笑话 向大姐给我一个交代 如果不是大姐的同意 哪个记者敢发傅家的花边新闻 炒作我和田家 这当我死了吗 唉 兄弟 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跟阿妩解释清楚 我跟那个姓田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去了解释什么 说其实是你姐姐故意让你们去那里 是她逼迫你去相亲的 小九 你有什么立场去找阿妩妹妹 再说了 人家现在压根也不在乎啊 我 你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九哥 你怎么来了 不是应该临女朋友吗 元旦哪有店铺开门的 就你这儿亮着灯 我还以为尽贼了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给我煮一杯咖啡 对了 还得恭喜九哥好事将近呢 那你打算给我包多少份子钱 那是得包个大红包 九哥办婚宴记得叫上我 让我呢 去蹭顿大餐 那这顿饭你止不上了 怎么还生气呢 你要是被人设计了 你生不生气 我大姐搞我 我碰巧合理你的回家 其实什么都没有 一口气解释这么多干什么 要不要加点奶或者糖 不要 那加点烟乳杯 就没用过来 你在嘲笑我 不敢不敢 你看错了 有时间可以去矫正一下 见识 你现在倒是对我 越来越放得开了 我去洗杯子 放着就行 我来吧 那我付钱 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有人陪我坐在这里喝咖啡 有人愿意陪我 慢慢浪费时间 等会儿还有事吗 公园那边有龙灯 还有蔡东民的活动 陪我坐坐 他 他竟然就这么拉着我走了 还这么自然 哎 这位帅哥 看看这个兔子灯笼 这是我们这卖的最好的 您瞅瞅 这是最后一盏了 说好了的逛灯会 怎么能没有灯笼呢 阿妩啊 只有这最后一个封车了 你就把这个封车让给弟弟吧 爸爸 你之前不是说好了 把封车给我的吗 阿妩 阿妩 你都多大了人了 就不知道让让弟弟吗 你这样真的显得很不懂事 没事阿妩你拿着 阿姨 小李喜欢就给他吧 我不要 来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啊 拿着玩啊 我已经长大了 不要买了 老板多少钱 十块钱 好 小柯你等等 买个灯笼怎么了 磨磨气气的 在我这里 你就是小孩 是的 什么小孩 assumptions 人分 人分 等 有什么 无 Sak 鼻子 哎 bury 我 有个俗 一 sense 粹 什么 vu 我兒子快送給他 他撞了人今天必須道歉 否則我不會松手 又沒撞出的好歹來 快送給我兒子 九哥算了 放心這九哥在 不會讓你受委屈 你受了不會說 道歉 不然我告訴你老師 不要告訴老師我道歉就是了 姐姐對不起 沒關係了 哎 好了 說對不起就沒事了 這麼大人了還跟一個孩子低調 這是道歉 對不起九哥 冯小草 別人要是欺負你你就這麼傻站著 都怪我沒有躲開 冯小草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在你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才讓你變成這樣 熊哥疼疼就對了 下次再被別人欺負 還這麼傻站著 看我怎麼收拾你 別人要是欺負你了 你就欺負回去 要是打不過 就叫我來幫你出頭 好 我知道了 謝謝九哥 自從媽媽去世之後 這還是第一次 有人給我買燈籠呢 也是第一次 有人把我當小孩捂著 嗯 我換員工福利的一些合作商家即將到期 正好 你把員工福利裡負責下午茶和生日蛋糕的這家公司 合作停掉就好了 其他一家照舊 是 那停掉之後換成哪一家呢 換成 船禮 你不是想要接著和我的一切聯繫嗎 拼不如你願 船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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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我現在只有這個腦送 做完用吧 那禮尚往來 送給我們馮小草的紀念禮物 船禮 事我不能收 這太貴重了 如果你真的想感謝我的話 那下次送蛋糕給我就行了 記得 我喜歡巧克力 好 我記住了 謝謝九哥 嗯 我就先回去了 九哥再見 下午再見 鳳小草 我有的是那些 我會給走你時間 讓你慢慢接受我 姐 許氏集團寬來了這麼大的單子 會不會和許少有關係啊 王教律說了 是許伯伯的意思 許伯伯照顧咱們生意 這個面子不能不改 再說了 這一旦下來 夠咱們一年的流水了 有道理 行了 東西收拾好 咱們快走吧 嗯 什麼東西啊 這麼難吃的東西 我還以為是什麼好東西 真是垃圾 許 小點兒說 這可是許少親自指定的 許少可沒有許先生好講話 讓他聽見了就麻煩了 得來就是嘛 做的不好吃還不讓人說了 不知道這店主走了什麼門路啊 竟然能擠掉我表姐家的 我就是店長 您剛才說的這款產品 是我們店裡一直賣得很好的桃椒 您說他不好吃 還請指教 難吃的東西就是難吃 一個垃圾 也配得到我的指教 你 你 你表姐家的用料如果能有他的好 我立刻就讓他回來 他有嗎 學生 我就是隨口裡說 許是不用隨口裡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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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是不用 再給我一次機會 再給我一次機會 阿妩 我有話想對你說 謝謝不說話 不必了 姐 沒事的 你在這兒等我一下 好 有什麼話 你就直說吧 聲音不準 我已經和他斷流回來了 明紅不過可觀的事情了 算了吧 杏池哥 毀婚的事情 我是認真的 阿妩 你以前都是叫我杏池哥哥的 我知道 你現在這麼說 不過是為了迎起我的注意 說了 婚約找救 你就別鬧了 杏池哥 我是虧得與許媽媽虧得與你 但是這麼多年我為你安前馬後 加上生日宴會那天我欠你的 已經還清了 請 請你放我走 阿妩 阿妩 請雷父親 我是你主動回來的 你到哪兒了 我一會兒就到 包廂八四零一 你可別走錯了 爺總把我當小孩啊 我自己找得到 話說 你選的這款蛋糕 你朋友真的會喜歡嗎 我挑的 他不敢不想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你是 馮吾 許星馳身邊的田狗 你走錯地方了吧 這裡可沒有你的許少 我是來送蛋糕的 我說你們馮家也不算窮 竟然還有你自己出來賺錢 這和你弟弟的待遇也差太大了 你要是開口求我呢 說不定我還能在小九爺面前提一提 隨便給你個活 也不至於這麼慘吧 你們認識啊 廢話 應宣的表格張以智 就是今天的主人公 也是小九爺的髮色 應宣和小九爺的關係 不用我理想 那你們先給他打個電話 不用聽什麼時間你到吧 你 你算什麼東西也敢支持我做事 林朵朵你們知道吧 他只是在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 下場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林朵朵怎麼能和我比 我和小九爺的關係 我和你的關係 說出來聽聽 我怎麼不知道 不是這樣的小九爺 是冯武 我們見他開店辛苦想幫忙他 他反而羞辱我們一頓 還欺負應宣 不相信我們認識你 是啊小九爺 你可千萬不能相信他 你是張以智的表妹吧 是的 常聽表哥提起你 沒想到你還記得我 所以 造謠也是你表哥的意思 不是這樣的 我沒有 小哥你幹嗎 別弄我頭髮 這次還不錯 別人欺負你還知道還罪了 值得表姚 走我帶你進去 九哥 楓武竟然能稱呼小九爺九哥 他們什麼關係 楓武和小九爺這麼熟人 那我剛才 走了 找我這麼做行嗎 哎 九哥 管好你妹妹 我護短 再有下次 休怪我翻臉不認認 九哥 九哥 發生什麼事了 你問問你的好妹妹 你還不趕緊進來 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他房屋天天跟在許少身後 還為了許少去吃過敏的芒果蛋糕 現在他又來勾引小九爺 算是怎麼一回事 我還有事 先走了 風小草 九哥 你的妹妹 你要是處理不好 你別怪我親自幫你處理 九哥 原來他們兩個 之前認識 其指啊 你真以為堂堂港區小八王來到這裡待了這麼多年 真的是因為喜歡這裡嗎 江一雪 你這次惹了大禍了 現在就祈禱小九爺能哄好阿巫妹妹吧 他只是許少的一個田狗 怎麼能和我比 你好自為之吧 在九哥心裡 你拿什麼跟阿巫妹妹比 你算什麼東西 一個田狗倒貼貨還想和我比 還想你過小九爺 我絕對不會讓他好過 風小草 你跑什麼 感覺不舒服就先出來了 是你跟我說的 沒有必要一直忍受 你 是因為提到許星馳所以才不舒服的嗎 你 外面下了雨 我帶了傘 你需要嗎 我要趕著回家參加小麗的生日宴 童小草 我有時候真的很想鑽進你的腦袋裡 看看你到底在想什麼 快放開我 好 別動 讓我抱一會好不好 我還有事 就先走了 風小草 你心裡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用我 今天是小麗的生日宴 早跟你說過要早點回來 剛才好幾個客人問我你去哪兒了 明知這麼問 背地裡還不知道怎麼說是你和弟弟起了衝突 還是你和後媽有了嫌信 對不起爸爸 今天有點失去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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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化個妝 把你男看的臉色折一折 跟生了大病一樣 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冯家怎麼拧 我沒點化妝品 徐映在裡面你會去和她借點化妝品 冯武 你故意的是不是 故意搞成這副鬼樣子給客人看 好讓客人說是我和你後媽虐待你了是嗎 伯父 阿妩不是這樣的 她今天都沒來得及吃飯就趕來這裡了 就是為了不錯過小麗的生日宴 對 我就是故意想讓他們看見我這個樣子 讓他們知道您苛待我 後媽苛待我 這個冯家豆 你這個混賬東西 小九爺 現在冯家有了兒子 就容不下女兒了是吧 哪裡的話 小九爺 你來怎麼也不提前說一聲 不如先落座 沒想到 每次在我狼狽的時候出現 救我的人竟然都是她 不了 這冯家的宴會太貴了 我可吃不起 不不不 小九爺 嚴重了 現在 她沒事了吧 我可以帶走了吧 等等 我也請 你倆吃了 我是不是有點愛事啊 怎麼會呢 你來點吧 我這會兒沒有胃口 我閉妹 小九爺請客的話 我就不客氣了 我要這個 還有這個 都來一份 對了 再要一碗粥 還有雞湯 雞湯不要放縱 雞湯不要放縱 好嘞 她居然記得 她居然記得 君你在忙什麼呢 連早飯都來不及吃 謝謝九哥 啊 最近甜品店接了個大膽子 員工還沒法上手 我得帶他們一下 那要記得吃飯 呦 小九爺 封屋可是忙著做喜事的甜品呢 有許星馳在呀 那應該是做得盡善盡美 這忙起來 也就顧不上吃什麼飯了呀 許氏 她還沒放下許星馳嗎 他們許氏要選阿妩的甜品店 那也是阿妩優秀 你們一樣怪起個什麼勁 如果她真的有那麼忙的話 可以去找許少說一說嗎 反正許少那麼心疼 你肯定會為你做主的 之前我還聽說有個員工 質疑了許少的這個決定 直接就被她給開除了呢 怎麼 這許星馳剛接手公司不久 就有人質疑她的決定 她要是不作為 是想以後被手下的員工 其他頭上來嗎 她許是治理公司的手段 和我們家小草有什麼關係 對 就是這個零 小九爺說的確實在理 是我們遣過了 這九爺怎麼含糊著她 你那小酥肉 這是我專門給你點的 我記得許星馳不愛吃這個 每次都是你替她吃的 想來你一定很愛吃吧 你 給你們機會也不中用啊 你們算什麼東西 當著我一而再三而三地欺負她 是真的我不存在嗎 是 難道他們兩個有情況 她竟然連安吾的口味喜好都知道 我出去接個電話 爸 你們兩個什麼情況 說 是不是背著我好了 沒有 怎麼說呢 一言難見 真的沒有嗎 沒有 好吧 我看她對你還蠻細心的 其實我想說 你們挺般配的呢 之前 我說讓你遠離傅思九 是怕你被喜歡她的那些名媛傷害了 受無妄之災 不過現在看來啊 她對你挺好的 如果你倆有那個意思 其實傅思九 是你最好的選擇 怎麼突然說這個 我可沒想這麼多 傅家權勢大 你如果嫁給她的話 你爸就不敢再管你 你就自由了 那不就是從一個火坑 跳到另一個火坑嗎 哎 話不是這麼說的 如果她真的愛你 這怎麼能算火坑呢 哎呀 我 我反正沒想這麼多 我也不知道 愛是什麼 隨心而動 你會想明白的 好好想想吧 看個臉 我還得再努力努力 小九爺 我又沒說錯什麼 她分我就是許上帝一個天狗 滾 謝謝九哥 其實沒事的 他們怎麼說 我都不會在乎的 鳳小草 你是不在乎 還是因為根本沒有放下那個人 走 走 鳳小草 你想幹什麼 小九爺 我叫鳳吾不叫鳳小草 謝謝你剛才對我的威慌 但是我受不起 先走了 我一定要讓她付出代價 許媽媽死後 阿巫這些年的心都是封閉的 很少見她能對一個外人 有這麼大的情緒 看來這個福姿酒 對阿巫一束真的不敗 哎 阿巫 你心不在焉的 做不好東西的 休息一下吧 我沒有 你有 你是不是在生 複斯九的氣啊 為什麼呀 複斯九他任何 跟別人說的那種頑固 一定都不有 是誰啊 今天江奕宣的出現 讓我看見一個事實 我們不是一個圈子的人 我也不想再跟那個圈子裡的人 有任何掛客 阿巫 你是在牽怒於她 這七八年了 我今天還是第一次在你身上 又見到了攻擊星 我沒有 不對 我其實就是在生她的氣 別人如何看到我和徐星馳 我無所謂 但是她不可以 是 阿巫 她對你來說不太一樣 你好好想想吧 我先走了 你怎麼來了 電話也不接 息息也不回 你打算以後都不理我了 我哪敢生小九爺的氣 開下手機 我剛剛在給你做蛋糕和咖啡 我剛剛在給你做蛋糕和咖啡 手機放旁邊了就沒有看 那你 是不是應該 跟我道歉 特意給你做的蛋糕 去那裡走吧 嘗嘗 嘗嘗 怎麼樣 看你這麼在意我的分手 這次就算了 嗯 一般般吧 謝謝九哥賞臉 你要是下次再無故簽呢 我就 你就怎麼樣 我就把你的臉掐下來 疼 別撒嬌 好 謝謝九爺賞臉 全都吃完了 這店裡的每個蛋糕都是你做的 這店裡的每個蛋糕都是你做的 最近不是店裡工作有點多嗎 也不全是我親自做的 也沒給你星馳哥哥做一個 又提他幹嘛 你跟他有仇嗎 對 有仇 你準備摘誰 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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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成 沒白頭 那您是掐頭嗎 你不打算得到我的原諒了 啊 哈哈哈哈 喔 foil 好 小莉 怎么了 姐姐 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过得这么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怎么了 姐姐好着呢 你别骗我了 他们说你穷到甜品店的活动轻力轻微 你要是缺钱的话 我把我的压岁钱和零花钱都给你 他们是乱说的 姐姐有钱 做甜品呢 也只是姐姐的爱好 你呀 就把钱留好 长大了 给小美买钻石 好不好 姐姐 你别骗我了 我有钱的 我超有钱 而且爸爸和妈妈说了 以后整个冯家都是我的 我可以养你的 什么 什么 阿妩 要好好学习 公司是爸爸妈妈的心血 以后就靠你了 阿妩没有兄弟姐妹 冯氏越好 阿妩长大以后就越有底气 要是有人欺负你 爸爸妈妈就可以为你做主 没有 姐姐相信你 姐姐 姐姐这还有事就先挂了 怎么了 我父母曾经跟我说 我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要把冯氏留给我做嫁妆帮身 现在我有兄弟姐妹了 帮身的资产却没有了 那就抢回来 抢什么 冯氏 你妈妈的心血那一部分 我从来没想过去跟小丽争什么 只是没想到 爸爸一点都不会给我留 冯小草 你不争 难道要看着你妈妈留给你的东西 便留给别人吗 爸爸 你真的会什么都不留给我 冯小草 老师只要这么心 谢谢 没事 妈妈 妈妈 我都不得了 怎么不得了 派妇姐 出事了 就是这家蛋糕店 我老婆才会腾成这样的 大家火快来评评理 我老婆吃了他们家蛋糕 才腾成这样 人都站不起来了 你们看 脸都白了 先生 有话好好说 我们进里面说吧 少来 把你们老板喊来 老板不来 我们哪儿也不去 你就是老板是吧 我老婆吃了你们家蛋糕 变成这样 你說怎麼辦 你先別急 我們用的都是最新鮮的原料 且當天做的蛋糕都會有流樣的 我們這邊立馬安排樣品送進 民愛人看著很痛苦 我先陪你們去醫院好吧 用不著這麼麻煩 不是有流樣嗎 把樣品拿來 你把它吃了 我就相信不是蛋糕的問題 姐他們買的是芒果慕斯蛋糕 你不能吃我吃給你看 哎不行 我就要老闆親自吃 老闆都不敢吃 看來真有問題啊 要再也不想吃 蛋糕都不敢吃 你看他都不吃 絕對要不就是什麼過期了 要不覺得是有添加劑什麼的 我就是老闆 誰找我 你是老闆 他才是老闆 別想糊弄我 我是不是老闆 難道還有你說 你姐姐在 醫院都不去 就要求我把這個吃了 你肯定不是老闆 我要看你們營營執照 你沒做過生意吧 我和老婆開個甜品店 非要用我的名字嗎 正好大夥都在 他老婆疼成這樣 他就一點都不著急 就想糾纏我老婆 這算怎麼個事啊 你是不是看人家老婆了你啊 是啊 我老婆就是吃你們家蛋糕 才變成這樣呢 別想推卸責任 真不要臉 就是 如果真的是我們店的責任 我們一定會負責到底 但 如果你是受了什麼人指使 一定要刁難的話 對不起 我一個也不會放過 還需要負責嗎 那我們再去醫院檢查檢查 可能吃錯了別的什麼東西 你敢跑了 別走啊 謝謝九哥 今天這事 應該是有人指使 你想想最近有得罪什麼人嗎 沒有誰啊 真沒有 那好像是有一個 追你的那個 相應宣 怎麼 你的意思是我拖累了你 沒有 我不是這個意思 這件事我一定會查清楚 一定跟你不交代 怎麼剛剛我對你太兇了 你到什麼錢 都還沒結論呢 不管怎麼樣 現在嚇到你了 那就都是你 丁丁這兩天生病了 星馳哥特意過來看他 姐姐 你先跟星馳哥坐一會兒 我馬上就下來 丁丁丁 丁丁怎麼了 閒些日子冯家來人做客 丁丁受到了驚嚇 不過我已經帶他打過針了 沒什麼大問題 醫藥費多少 我轉給你 不用了 沒多少錢 你憑著你工作忙 丁丁放在冯家 難免照顧我 不如把他放在我這兒 你想什麼時候來看他 隨時來看 不用 我自己可以照顧丁丁 這樣明天我在送蛋糕的時候 多做一些 送個謝禮 我說了 我可以照顧他 你聽不懂 mort 阿妩 你之前特別喜歡滑雪 之前我過生日時 你送我的滑雪辦 我特別喜歡 有空一起去滑雪吧 正好 丁丁也沒有看過去 我們抱他一起去玩 好不好 不用了星馳哥 其實我不喜歡滑雪的 之前都是因為要陪你才會去的 丁丁 幸迟哥 抱歉 我们真的不合适 你也该向前走了 如果许妈妈在的话 肯定希望你是开心的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我再走一次 副总 你这车开起来真带劲啊 必须的 这辆车可是副四九的宝贝 他们俩 忙完了没 忙完走了 赶时间呢 也对 像副四九这样的人 身边怎么会缺女伴呢 下班后我再来找你 晚上我回冯家 刚才的事谢谢了 冯家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回冯家 怕不是为了隔壁的许星石吧 冯小草 既然如此 那我副四九 绝不会再管你的死活 小草 你还回来 你还回来 小离 姐姐带了礼物给你 谢谢姐姐 我去给你拿东西去 星迟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哎 姐姐姐姐姐 你怎么走了 星迟哥哥 姐姐怎么走了 是叮叮又出问题了吗 没什么事 不急 姐姐一定会回来的 嗯 去吧 放火 你这辈子 别想逃离我 欅 刘子大了 学会不理人了 副总 你这车开起来真带劲啊 必须的 她肯定在开 bei女达 jan 有时候你再发个猫的照片 十分钟后 抱着猫楼下等我 瞧瞧这是谁啊 冯小姐这是终于打算离我了 这是丁丁 我妈妈在十岁的时候送我的 现在十三岁了 你能帮我养他几天吗 没问题 你怎么回事 才几天没见连招呼都不当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 你跟谁都这样吗 我哪样 就刚刚那样 你会随便答应别人的请求吗 你打听打听 我负私酒能帮的人能有几个 好像 是是是 那天在我店门口 看你车的人是谁 公司的合作伙伴 他想买这辆车 顺便看看顺不顺手 那我能开吗 红武 人家又不是你男朋友 你在吃哪门子醋啊 你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吧 随便你开 走 先把丁丁放到我家 然后带你去个地方 走呀 去哪里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这 小雪爷 人都已经到齐了 小雪爷 小哥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等会你就知道了 你 有我在 以后没人能再欺负你 你 有我在 小雪爷 你来了 人都到齐了 我说过 要跟我们家冯小草一个交易 总不能让她失了我的面子 我 我们家冯小草 安稳地坐着 这是我的位置 小雪爷 小雪爷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我 好不好 之前蛋糕店的事 也是她做的 我 法国进口的雷拉 虽然不算是什么好嘴 她配你的身份地位 应该也还不错 用来赔罪 你觉得那好 小雪爷 冯小姐 冯小姐我做错了 你你们报过我好不好 你们帮我求求请好不好 我认字零房 消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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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妖哥 妖哥你帮我求求请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就警告过你 要确认阿文妹妹 你偏偏不停 现在这都是你自己捉来的 我救不了你 蔡九爷 这件事我绝不插手 姜云轩 任由你主 保护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 你在雪上面前当天狗在他面前做小福弟 现在又仗着九爷在这耀武扬威 说到底你就是一个水性洋花 脚踏两条船的 还跟我说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房屋这些年围着许少团团转 许少那么讨厌他 他都无所谓 被欺负 被人骂得像条狗一样 像块狗屁羔羊一样贴着他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说小九爷 他这些年为许少干的蠢事可多了 你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他根本就不值得他 他不为 给我困 许心是这个名字还真是阴魂不散 就都给我记住 安无事 你们要是再敢欺负他 就知道 加倍 小哥 小哥 怎么了 事情根本不是姜云轩说的那样 是不是累了 我让人送你回去 咱们还是不开心 看来还是给姜云轩的教训不够 走吧 哎 是不是不想别人送你 那我把车钥匙给你 你自己开车 不 我想 要 你送你 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年软了 还是说 在害怕 你嫌弃我了 是 冯小草 能不能争气点 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要做回你自己 不要让任何人堕捷 包括你自己 既然跟许兴致闹掰了 既然决定黏住 就不许再去黏着别人 还有 我才没有嫌弃 不许无名 但是你 我车坏了 你陪我去4s店吧 你还开始使唤我了冯小草 那 自己去 你就是吃定我 走吧 冯小姐好 这位是 嗯 我是 冯先生的助理 好的 那你二位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车辆信息呢 都在这 九哥腿肠 这辆车的话 这和九哥坐车就不会觉得紧了 冯小姐真是好眼光啊 我记得上次冯先生和冯太太也来过 冯太太也很喜欢这款车 果然是一家人 喜欢的款式都一样呢 是吗 那他们订这辆车了吗 还没 冯先生觉得呀 那台车太霸气 怕冯太太开不舒服 所以就换了一款同等价位的小型车 爸爸对阿姨还真是体贴啊 既然这辆车了 好 那我现在就帮你预定 大概下周一就可以来提车了 是走冯先生的账还是 波浪 我贷款 不用 我给你买 不 我自己可以 刷卡吧 房氏也是诸诚有头有脸的戏 冯小姐竟然还贷款买车 真是可怜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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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哥 今天麻烦你了 等车到了我就去叠钉钉 喂 我是冯先生的助理 刚才冯小姐定了车 帮我改下付款方式 如果他问起来 就说 是冯先生 他的生日礼物 姐你回来了 今天许少来过了 他给你留了一个盒子在这里 今年为什么姓氏哥要给我送生日礼物 姐今天是你生日吗 你先去忙 嗯 姓氏哥 姐者我不能收 太贵重了 阿妩 以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礼物 你是我的钱 姓氏哥 我们之间 现在除了家中有关系之外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关系 我已经和冯伯伯重新谈过我们的婚事了 她说要考虑几天 但我想她一定会得了 因为除了许家 你 别无限擇 我已经和冯伯伯重新谈过我们的婚事了 她说要考虑几天 但我想她一定会同意的 阿妩 自从傅子久出现 你变了很多 不如已经拼话同事了 但没关系 以后我会慢慢教你 记住 你只能是我的 为什么 姐 你怎么了 快起来 为什么所有人从来不问我的意见 我难道没有自己的意志 就这样可以被人认以风至的娃娃吗 我就不配得到一点尊重吗 我也不知道 怎么了 哪个不长眼的欺负你了 小哥 听说抽烟能解成 能给我一个吗 小孩抽什么烟 没有 可是 我觉得你身上的烟 还挺好闻的 我想试一试 惯的你 还学会抽烟了 你都抽了一百万根了 给我一根葱 还敢跟我盯嘴啊 那我借了 我借了 你把 其余的给我抽好了 你说吧 谁欺负你了 就知道我里恒 说吧 九哥给你冲锋献阵 算了 没事的 九哥 今天晚上 我就不陪你吃饭了 又是曲青池 阿姨 你怎么了 是不是缝误回来了 你还装糊涂 你为什么跟阿姨 买一样的车 难道不可以给我个解释吗 老冯 阿妩肯定是听了外面人的风言风语 才跟我做对的 算了 只要阿妩喜欢就好 我换自己的钱再关买车 我不知道要向你们解释什么 你阿姨前段时间看重去 不知道 一转头就买了 什么意思 在讲你阿姨 向这个冯家 是为吗 爸爸不是一转头 却给阿姨买了一辆 同等家围的轿车 怎么我买一样的车就不行了 我给你阿姨买车又怎么了 你阿姨为了这个家 辛辛苦苦多少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知道外面人现在 怎么穿我和你阿姨的吗 都说你有了后妈就有后爸 她说的没错呀 你 阿妩 我知道小丽说错话 阿姨向你道歉 你就不要再计较了 你看看你做的事 是为了你阿姨一直在劝我 让我把公司给你 是吗 那爸爸打算 什么时候把公司 你 你你你真的想要 公司是爸爸和妈妈的心血 给我有什么问题吗 阿妩 你弟弟毕竟是男孩子 他长大以后也要结婚生孩子的呀 如果 阿姨不是您劝爸爸 让他把公司给我的吗 阿妩 阿妩 怎么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改不了了 你从小就偏执 不达目的不罢休 许妈的教训 还不够你长记性的吗 你为什么总拿许妈来说事呢 我是要你记住你任性的后果 你拿许妈的事情 一次次的逼我妥协退让 现在就连公司也想让我拱手让人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我的妈妈也在天上 看着您的所作所为吗 你这大逆不道的畜生 我是大逆不道 我向爸爸宁一海 为了冯家的怜悯 把自己轻生女儿卖给许家 我答应许家的婚事 还亏了你不成 你不要忘了 你身上还背负着许家的一条命 这是你欠人家的 老冯 不要生气了 阿妩长大了 你的话没用了 等她结婚了 让星池说她吧 我就是随便嫁给阿猫阿狗 就是把我这条命还给许妈 我也绝不会嫁给许星池 你不嫁给许星池 难道想 叛负傅斯九吗 别做梦了 副驾岂是你能进得去的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嫁给许星池的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绝对不会允许 你们掌控我一辈子 你 做好人不留名的傅雷锋 车子我已经按你说的 留我的名字买好了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她难道还没放下许星池吗 在她心里 我难道都比不上许星池 一根手指头吗 哎 兄弟 说话 嗯 合同先放这儿吧 啊 还得是咱们小九爷啊 这几十万的合同 看都不看就放着 真是 喂 星天 今天有店员跟我说 阿妩在酒吧里 好 我知道了 我一个开酒吧的朋友说 看到了阿妩妹妹在那儿喝闷酒 什么 她没用回冯家 叫人把她看好 如果她有任何善事 拆了她的酒吧 啊 美女 失恋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哥哥陪你喝点 好啊 来 喝 我滚 不要走 你在干什么 你长得比刚才那个大哥好看 你陪我喝也行 冯小草 冯小草 你在干什么 我爸说了 要让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我偏不 我就是随便嫁人 我也不要嫁给他 随便嫁人 你出现了 冯小草 你要随便嫁给谁 随便嫁给谁的 嫁给你也行 你开上去比较面晒 你 你脸怎么了 你脸怎么了 老板娘 给我滚出来 否则我砸了你的垫 陆星天有没有告诉你 如果他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 小九爷 这 真不关我的事情啊 他 他一来就这样 冯小草 你的脸到底怎么回事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别人欺负你 你就要欺负回去 谁啊你 干嘛凶我 我爸欺负也就算了 你也敢欺负我 难道是 伏伏还大了 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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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傅子九 恕你欺负我 你乖一点好不好 不然明天就不好看了 还不快走 到底怎么回事 赶紧给我查一查 你 查到了 大妩妹妹是从冯家出来之后 脸上多的霸装力 可能是冯后海打的 冯后海 去查找什么原因 陶贵 他欺负我 看什么看 把眼睛给我闭上 好好好 我闭上 你 哎 你是谁啊 长得真好看 你长得真好看 好像傅思九 走走 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不好 我没有家 你是傅思九吗 只有傅思九才会对我说这种话 我是 我是傅思九 又来了 要爸爸 抱抱我 好 怎么这么高啊 能不能矮一点 你好像 傅思九 好像 傅思九 这是我 爱我 天哪 阿吴妹妹也太勇了吧 这趟来的值了 冯小草 你干什么 小哥 我倒好晕啊 冯小草 你是不打算认账了 我倒好晕 不认账也没用 冯小草 是你先主动亲我的 别想来这儿 你竟然下手这么重 冯霍海下手可真狠 别走 我不走 我在这儿陪着 是 是 在梦里也叫许青池的名字 你就这么放不下他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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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草 喝多了就好好睡觉 你再敢乱说话 小心我把你丢出去 要我 不报 我又不是你的许青池 对不起 许妈对不起 许妈 许妈 许妈是谁 许妈对不起 许妈 赶紧 许妈 不为 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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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俊 许妈 并 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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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晓 斜 一 So sorry I'm late again I've been in full Sorry I'm late again In darkness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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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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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Şu 不可能是因为出去找阿妩妹妹 才发生意外的 什么 我总算知道阿妩妹妹 为什么对血腥是你来顺手了 他们中间隔着的 是一条人命 阿妩妹妹她 把自己当成罪人了 对不起 阿妩 要不是你离家出手 我妈就不回去找你 是你害死她 这是我妈的心 你记住 你永远欠她一条命 阿妩 别怕 有九个子 阿妩 阿妩别怕 去有光的地方 去有光 什么有光的地方 阿妩 小哥 我在 我在 有你才真好 妈妈 我好想找到光了 阿妩别怕 所有的事 我都会陪你面对的 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都好疼啊 天哪儿 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福斯九会睡在这里 我的水 为什么抓着她的衣服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我这还怎么面对福斯九啊 现在不溜 就没机会了 就没机会了 敢做不敢当 我叫走 你也就这点儿为事 你是肯定买不掉的 我说 你还在等什么啊 守珠带兔可不是你的个项 我只是想等她主动来找我 可是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耍无赖 她是不是觉得 我福斯九脾气好啊 那没有 我觉得认识你的人啊 都知道你小气 能在你这儿占到半分便宜的人 那是没有的 像上次那个林朵朵 我记得她偷拍了你的照片 发朋友圈 直接把人家工作室给弄投币了 那她怎么还敢这样对我 这就对了嘛 阿妩妹妹这些年做事稳重复贴 她只有面对你的时候才会这样 这不就说明 你是她的例外吗 我像什么 很贱的人吗 我要这个例外干什么 她的责任心 就不能放在我身上 倒也不必说贱 你说是吧 我是说 这可是你想要的结果 你难道没发现吗 阿妩妹妹最近都充满了活力 不再像以前那样死气沉沉 任人拿捏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我跟你说啊 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要是阿妩妹妹把这份活泼劲 用在那许兴驰身上 我看你还能这么淡定吗 乌鸦嘴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 我试试 冯小草 今天天气热 九哥给你听听起来 顺便把关系定了 如何 我看是有人念叨你吧 喝口水啊 等过不了多久 你的小九哥就会来找你的 他 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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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状态可真好啊 我一直都慌了 才不是呢 这些年你一直都闷闷的 自从遇到傅思九 你的状态又回到以前了 这要是在以前 别说跟你后妈抢车了 一把把你卖了 你都不会坑一声的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 我并不前他们什么 我并不前他们什么 没必要是这非要忍让 嗯你说的对 你能这样想就最好 这世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卡 能被困住的 只有你自己 我知道了 谢谢 你可不用谢我 你要去谢去谢小九哥 他呀才是大功臣 可是 我还没想好能怎么谢他 要我说啊 再造成 应当以身相许 直接嫁了吧 你说什么呢 我哪有那么厉害 让他去他去 我可没乱说 你让傅思九娶你 我不仅能摆脱你爸 又能摆脱许星驰 以他现在的身份和能力 就算是逢许两家联合起来 也刁难不了他半死 这样的话 你还能获得自由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我说的对不对 哪有你这么算的呀 阿妩 你应该问问自己的心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如果说你不喜欢他 怎么能这么依赖他 还让他走进你的世界 我 好像真的 喜欢上了傅思九 我 我 你能认清自己的心意就好了 你如果跟傅思九在一起了 你就能摆脱掉你爸 还有那个许星驰 星驰哥 我爸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定让我嫁给他 听着他我就来气 你说他当时那么讨厌你 这好不容易解除了婚约 这又来折磨你干什么呀 哎呀 要我说 他就是吃饱了冲的 所以啊 我要先解除婚约 才能跟九哥 哎 别九哥九哥的 你要是开口啊 你的九哥厉害着呢 他一定会把所有事情 安排得妥妥体体的 嗯 快去快去啊 九哥 冯武 你给老子嫁回来 你别生气 我就把你嫁回来 我一定不生气 可以了吗 立刻告诉你在哪 哎 四五老家呢 你赶快来呀 天烟 嗯 你怎么能跟他站一边呢 因为我知道 你想让他来接你 哈哈哈 乖乖等我 我现在立刻来接你 不许再乱跑了知道没有 知道了 不许再乱跑了知道没有 哎呀 好了 阿妩你就在这乖乖等他 等他一会过来接你 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要打一下你的心意咯 相信你值得拥有最好 你这么多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陪冯伯父和阿姨出来办些事 就想着把你一起带回去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怎么赌 也没赌掉 嗯 嗯 雪上啊阿妩还有些事 你先回去吧 阿妩 房伯父和阿姨还在楼下车里等你呢 你可不要 他人先伤了伯父和阿姨的心呢 家人 可业重 婚约的事情总要解决的 我总不能带着婚约跟父子久在一起 你 你是阿妩什么人啊 你凭什么说 我跟你走 阿妩 没关系的 有些事 是要当事人在一起才说得清楚 这就对了 阿妩还是懂事呢 走吧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伯父 伯母 来了 来了 阿妩 你这几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和你爸爸都担心坏了 以后去哪里 要和我们说一下 要不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 别人爱怎么以为就怎么以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心情不好出去走一走 不是很正常吗 谁会一天到晚盯着我看 阿妩 好好说话 你阿姨也是为了你好 你姑娘家也不小了 还口无遮拦思议妄为 毁了冯家的名声 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爸爸说得倒是轻巧 之前在伤我巴掌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冯家的名声呢 还记得这事啊 伯父 伯母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就别和阿妩计较了吧 是啊 阿妩 你别生气了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不能吵架的 喜事 什么喜事 哪位 去哪儿了 这里还不错啊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哎呀 傻丫头 当然是因为你和行齿的婚事呀 这是我为你们选的订婚场地 是诸城最气派的酒店 我冯家嫁女儿 当然不能丢了冯家的面子 我不要 别闹 我们结婚可是你妈妈 和我妈妈的心愿 难道你就这样毁掉吗 结门婚是 是妈妈和许妈的约定 我可以违背他们吗 可是 我不愿意 我不嫁 冯先生 冯太太好 这是我们最豪华的烟会厅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来 我们好好看看 我冯家嫁女儿 当然是要在最气派的地方 你最好给我消停 在大云广告之下给我丢人 要是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我饶不了你 冯伯父这是拿了许家多少好处啊 这知道的是嫁女儿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阿妩是你的利筹吗 我的 小哥 小九爷 真是巧啊 我来陪我未婚妻选订婚场地 你来这里是做什么 未婚妻 订婚场地 冯小草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不是这样的 小哥我 阿妩 你最好想清楚 这后我订婚 你才能拿回阿姨留给你的东西 拿到你妈妈的东西 你都不想要了吗 小九爷 等婚事确定 让星池亲自送上请柬 现在啊 我们一家还要去吃个饭 酒席 那感情好啊 这家店本来就是我的 要是冯小姐喜欢 这酒席也可以送给冯小姐 多谢小九爷的好意 只是阿妩这孩子比较懂事 她不喜欢占别人便宜 这件谢谢你照顾我们家阿妩 等婚期定好了 一定 你们家阿妩 冯小草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 我 好 很好 还真用你的 前两天还搂着我又亲又抱的 现在就跑来和别的男人选订婚场地 好得很 算我傅子九带了个跟头 傅子九 傅子九 你现在真是反悔了 去找你的未婚夫去 我没有未婚夫 我只有你 你少在这里化言巧 之前你对老子又亲又抱 结果甩手就走 你 ate at ma 怎么 又占我便宜啊 你 难道不是你先招惹我的吗 我告诉你 我堂堂富家小九 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你这样三番五次地招惹我 是不是要给我个说法 父母 你争点气吧 你面对的可是港区小霸王富四家 不是别人 说 说法就是 富四家 我喜欢你 这个说法 可以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相信我 今天出现在这里 不是我的本意 你的意思是 想耽误你朋友 嗯 也行 毕竟我人这么好 又长那么帅 小哥 那你有点良心 没白头 我 你在干什么 怎么 许绍 是也瞎吗 看不出来吗 你 你 该跟我回去了吧 不然婆婆会生气的 再者 你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 你 啊 这可是你妈妈的遗愿 妈妈一定希望我幸福 但我要解决了这个公园 许绍 许兴致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阿妩才看不上 看不看得上 还要阿妩来学题 阿妩 你还记得我们俩妈妈当初的 闭嘴许兴致 你妈保 一天到晚三句离不开你妈 我跟你回去 红小草 熊哥 你等等我 等我回家处理完事情 我就去找你好不好 有些事情总要解决 逃避是没有用的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 阿妩 我 傅思九甜言蜜语的 确实很会哄小姑娘 你被她哄面也很常常 我不许你说她 阿妩 你要知道 只有我才是最合适你的人 星驰哥 这些年你身边从来都不缺女孩 你现在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我不在你身后做根屁虫了 你不习惯了而已 别再因为婚孕 耽误彼此了 我相信我们的妈妈在天之灵也会谅解的 你放过我 也放过自己吧 我知道 我是喜欢你的 之前都是我做错了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可是我不喜欢你 星驰哥 我对你 就只有兄妹之情 阿妩 你可以不行吧 但是你只能嫁给我 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妈妈究竟留下了多少东西给你吗 你知道 走 你只知道阿姨留下了一些财产给你报身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阿姨留下的是冯睡集团49%的股份 这些股份 足以让你撼动整个冯睡 那爸爸打算什么时候把公司给我呢 怪不得爸爸不把妈妈留下的遗产交给我 怪不得爸爸不把妈妈留下的遗产交给我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如今你嫁给谁都会让伯伯记他 只有嫁给我 才能让你能够伯伯的一个公司 记得 又 Drug 这是谁惹着我们小九爷不高兴吧 瞧你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大哥 你回来能不能提前打声招呼啊 我好让恆天去接你哦 你个臭小 这都多长时间了 连个消息也没有 你这墙角到底翘没翘到 你要是再没有任何消息的话 家里那边我可拦不住了 瞧我们家小九爷这样子 看来是进展顺利呀 那当然也不看看我试试 真的到底是谁家的千金 我可跟你说既然定下来了 就早点带回来给大家看看 急什么 过几天吧 等几天就带回家 好你说的啊 回来就好 行迟啊 请姐你都弄好了没有啊 都弄好了 稍后就会安排发给各家 过几天就是你二十五岁的生日 记得打扮得隆重些 到时候别丢了我们冯家的面子 生日宴 是啊 伯父特意给你准备了生日宴 自从妈妈死后 你再也没有给我过过生日 这个时候办生日宴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你这是什么语气 您还不如直接说 阿妩 不要让伯父生气 伯父也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一定不仅是生日宴 还是我们的定婚宴 所以你们早就决定好了 挑订婚场地也不会是通知我一声 没错 过几天就要订婚了 这几天乖乖待在家里 不要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老冯 这几家是我们自己亲自要去送的 我都已经整理出来了 你看一下 阿妩回来了 这就是生日宴 生日两个字在哪里 在哪里 凤吾 注意你是在跟谁说话 我说过了 我不会嫁给薛星驰 这是我的婚姻 我的幸福 你们能不能尊重尊重我 凤吾 你不要太任性 父母对你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 嫁给星驰 是你最好的选择 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好不 我的人他是有限的 你们这是闭婚 如果非要嫁 那你嫁给星驰哥好了 出嘴 你疯了是不是 又嫁给星驰 还痴心妄想嫁给富家令人不成 没错 我就是要和富 我不要忘了 你生日意味着什么 你当真要任性地将伯母 给你的东西全部拱手惹人吗 还有 我说了我不会嫁给徐星驰 我说了我不会嫁给徐星驰 这次我回来 不仅要取消婚约 还要把我妈留给我的东西 全部带走 阿妩 阿妩 阿妩快别闹了 听见都送出去 送出去了可以收回 小时候 我很抱歉 徐妈的事情我会用别的方式来做 但是我绝不能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 困长 把他给我关起来 不订婚就不允许出这个家门 你凭什么关我 凭我是你爸真是给你俩了是吧 阿妩 你爸爸不会害你的 阿妩 你之前答应我的你都忘了 这是你欠许家的 他怎么可能喜欢你呢 你忘了你妈妈的遗愿了吗 忘了我妈妈到底是怎么死的了吗 没事 现在小九爷是喜欢你生日 不 哇 我喜欢你了抛弃你了 你要怎么办呢 赖喊们想去贴个肉 只是丢脸丢到家了 你忘了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了吗 哈哈 哈哈 你看上你是朱成冯氏集团的女儿冯武 和朱成许氏有会约的冯家 是啊 不过他已经退婚了 先不提他家可以给你什么助力 就他冯武和许星驰纠缠不清 一副尚赶着的样子 怎么配得上你 那只是另有影情啊 以后不会来 冯武和许星驰从小青梅竹马 产了他十年 你说分开就分开啊 当然了 我可是护司酒 冯武小草怎么可能放这我不要啊 去选许星驰 草哥 草哥 出生事了 阿妩妹妹她 她怎么了 哪来 大哥也在啊 冯小草怎么了 这就是你说的退婚啊 别人订婚宴的请柬 都送到家里来了 什么 小九啊 你要再这么蠢下去 他冯武就算怀了许星驰的孩子 跑到你面前说这孩子是你的 你都能闭着眼睛认一下 别放我 不死酒的大哥前两天就来出城了 给他安排了好几次江琴 他和你只是玩玩而已 住嘴 老风 你疯了是不是 小丽 别过来别过来啊 不是这样的 他肯定是被逼的 小九爷 你要相信阿妩 他不喜欢许星驰 他亲口跟我说 他喜欢的人是你 他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跟一个伤害他的人订婚了 这个 一定是他爸爸 对 是他爸爸自作主张的 是这样吗 真的不是他的 我打听过了 阿妩妹妹回家之后 整个冯宅的保镖增加了两倍 只怕 确实另有一枪 冯厚海他想干什么 九哥 小九 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 我去冯宅 你又要去见那个冯吴 这件事 我要他亲自解释清楚 解释了又能怎样 他要是被逼的 我就把他抢过来 再把冯家许家 搅个天翻地覆 你 查一下朱成的冯家和许家 对 越详细越好 你小九的性格 无论结局如何 这两家都得掉层皮不可 我 你们简直太可笑了 你们真的觉得我会伤害小历史吗 来人 把小九九的房间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九哥 是阿妩妹妹的闺蜜徐英找你有事 小九爷 能不能帮帮阿妩啊 她如愿以偿 她跟她的行驶哥订婚了 我就是她 凤小操你在吗 九 九哥 这是梦梦 怎么 你的盖世英雄 没有他这器材祥韵来接你 有个人啊 九哥 九哥 你说怎么回事 谁伤了你 我 九哥你抱抱我好不好 抱什么抱 你生日那天就要订婚了 我一个外人 抱你算怎么回事 不知道不是这样的 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好了好了 跟九哥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九哥 你带我走吧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 冯小草 我可以带你走 但你总得把事情说清楚 那天你跟许星迟走了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样 阿妩妹妹是什么情况 那还用问吗 你看她这一副 孔雀开平的样子 肯定是结果如她所愿了 阿妩被他们家那个 糟老头子关禁闭了 订婚的事根本不是她的主意 我说阿妩妹妹肯定是有苦衷的 九哥你打算怎么办 冲进冯家把阿妩妹妹给抢出来吗 带我一个好不好 放心 肯定带什么 大哥 你亲弟弟的女朋友被挖墙脚 这能忍 我没记错的话 你这女朋友就是从别人那挖来的吧 那又如何 被我挖过来就是我的了 总不能被别人再挖走吧 那富家多丢人啊 大哥 你可是我的好大哥 行了 多大人 你以为还是你小时候随你称霸王啊 等着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以他们冯家的地位和这堆破士 确实配不上 但是有一点你说对 既然是你的 就谁也抢不走 否则我们富家丢人 岂不是丢到了朱城 就是就是 大哥说的对 这里面的事情 既然他们这么不要脸 就别怪我 帮他们把事情闹大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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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了 阿妩 阿妩 你怎么在这儿 我房间吧 你都起崩了 你是担心我逃走吧 不是 可是担心你身病 嗯 是吗 阿妩 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无敌啊 这里是我的房间出去 阿妩 你走不走 你走 小哥 我等你 恭喜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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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雪少 以外都已经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也没有发现其他异样 我已经派兄弟们 按照您的要求 把哥哥出入口都看好了 今天还真是太平 阿妩你看 他 傅思九根本就不会来 真正在乎你的 只有我 放开我 放开我 阿妩 你快点 幸之哥哥一定会对你好的 事事以你为重 我把一切都给你 你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打子 靠你休息了 许少 小姐 冰红宴准备开始了 先生 先让你们先进去 阿妩 小宗我们的母亲 今天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啊 诸位 非常感谢诸位 赏脸来参加爱女冯舞 和嘉婿兴侄的订婚宴 阿妩 阿妩 笑一笑 阿妩 别乱来了 诸位 你要干什么 孟舞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最好别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让我下不来台 我看谁敢动服务 傅思久 小姐 小哥 滚 小哥 这几天我去你了 之后 傅思久 你平时敲张八户也就算了 今天是我阿妩的订婚宴 你带人过来挑事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种不是你敢成 你知道我怕你不成 我就是来挑事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 傅思久 你本来蛊惑他 我已经不怪你了 现在还来订婚宴上挑事 你别以为傅家家大业大 我冯家就怕了你不成 俗话说 宁毁石宗庙不毁一桩婚 小九爷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许兴迟 更没有想过要嫁给他 我喜欢的人是傅思久 要拆散我和九哥的 是你们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我妈妈亲自订阅 许兴迟你还敢说 你妈到底怎么死的 你心里难道没说 我记得之前听说过 许太太当年好像是因为去找 冯家离家住走的冯屋 才被带头杀害的 对对对我也记得 但是好像因为冯许两家关系相密切 所以啊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冯思久 你到底要干什么 当年许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因为阿妩 还是因为她那不争气的儿子 一看便吃 是因为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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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是因为阿妩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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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世了 阿妩 阿妩 這個人你們還認識嗎 當然認識他是我們家以前的司機 但讓我趕走了 他之前投我們家的錢 認識就好 說說吧 當年真相到底是什麼樣子 當年太太發生意外 實際上是少爺 有天審辦了體驗所 少爺跑出去 太太擔心一下 就是少爺出去才發生的意外 媽 媽 媽 你跟我回家 馮先生 請你對阿妩客氣一些 阿妩他 我們的事還沒完 你親阿妩的 還不值值錢 阿妩 阿妩 之前 是爸爸被许家蒙蔽了 让你受了很多苦 现在和许家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我让你林阿姨把卧室给你好好的收拾收拾 你回家吧 爸爸 我这次回来 是要拿回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阿妩 我都已经知道了 妈妈留了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给我 谁和你说的 你妈妈哪有那么多 我已经联系上了阿妩妈妈的律师 证实确实给了阿妩留下了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你还想抵蓝 阿妩 之前和许家的事情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以后你愿意和谁在一起 爸爸再也不会阻拦 你就不要再生气了 公司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打理 那些股份就放在爸爸这里 爸爸帮你好好的管理好 爸爸 你不觉得 你很可笑吗 什么 那天晚上 九哥问我有什么打算 当时的我还没有下定决心 现在想来 真是一场笑话 九哥 我害死了许妈 我害死了许妈 欠了星池哥一条命 因为这件事 我爸 这么多年对许家一直处处忍让 我现在却要毁了当年许妈和妈妈定下的婚约 还要拿着股份离开 我是不是个白眼狼 不是的 我妈我的心是弱 怎么可能是白眼狼了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真的好 我爸和星池哥每天都在提醒我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那就交给我 这样你想清楚的 无论是婚约还是股份 婚约我一定要结束 我喜欢的是你 但股份的事 你让我再想想 你们都已经把股份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清楚了 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干什么 好 那就公事公办 什么公事公办 冯总 这是冯太太当年的遗嘱 依照冯太太当年的安排 冯氏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将于冯吴小姐二十岁生日以后 全权交还给她 冯氏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你你真的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爸 我命不合 心缘浅薄 只能自己为自己谈 你 你要干什么 冯氏还我告诉 这件事情不是在给你商量 而是通知你 你最好买乖签子交出 我 冯氏国际 行了 我签 行了 我军转让协议我也签了 这样行了吧 谢谢爸爸成全 好了 事件都解决了 以后你就自由了 谢谢九哥 阿妩 阿妩 你想要的都拿到了 以后你要是和小九爷想结婚 你终归是要从娘家出嫁的呀 爸爸 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等股份转让程序结束后 我会找律师 结算这些年在冯家所有的花费 折算成现金后还给你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 爸爸 以后我们不要再聊会了 感谢爸爸把我养育承认 祝您长手安靠 阿妩 不要这样对爸爸呀 九哥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冷漠了点 我还嫌你没有早点做出这个决定呢 什么 阿妩 你知道吗 现在你的眼里黄 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暗淡 懦弱的你了 谢谢你九哥 一直以来都有你陪着我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还不知道我要一直浑浑饿饿到多久 自从遇见你 我才重新做好了我自己 好了 不许再说煽情的话 你都长大了 不能再当小福包了 知不知道 不会再哭了 九哥 回来了 你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 你带人大闹了冯徐两家的订婚宴 还把冯吴的那百分之四十九的 拿到了手 可不吗 累死我 你呀 到处给家里惹是什么 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 那我这个小九爷的称号 岂不是白叫了 父家的脸面还要不要好 就你歪里多 行了 既然谈了就好好带人家 别再到处惹事了 放心 要是有事 也是喜事 傅司教 你又在长什么幺蛾子啊 我要去冯屋 东阴大士怎么能如此草率 你也不怕怠慢人家姑娘 我是认真的 妈留下的传家宝 快拿来给我 你说你这么猴急的 傅司教 你不会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吧 大哥 你说什么呢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还是个童子鸡 你 行了 纯爱战神 既然打定主意了 那就随你吧 早点搞定 带姑娘回港城 跟爸爸见一面 知道了吗 放心吧 我 把事情给我安排好 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否则别怪我翻脸 九哥 你怎么来了 这么惊讶干嘛 我不能来啊 哪有 我正好研究出的蛋糕新品 你要不尝尝 尝尝 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而且比以前的甜多了 以前的会苦一些 血氧啊 我现在也是喜欢吃甜一点的 是吃不了一铃苦了 这样才对嘛 甜品店当然要吃甜的 作为奖励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 九哥 你这是 最近的事情发生比较多 你也没有时间来 现在 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你应该有很多话 想跟阿姨说 是啊 好久都没有来过了 九哥 谢谢你 许妈 我和星赤哥的婚约已经退了 我和他没有缘分 但是我相信 他以后 一定会遇到更好更合适的人 我和你一人 妈妈 我来看你啊 这些年 我一直活得像个胆小鬼 能忍就忍 以为这样 我就不会受欺负 还经常找您过来哭 想来 肯定让您不少担心 还好 我认识了傅斯九 他教会了我很多 我现在又是那个快乐的风物了 妈妈 我想向您介绍一个人 我的男朋友 傅斯九 阿姨 虽然 我们四位谋面 但是我对阿妩的感情 我已经爱慕她很久了 我希望您可以将她交给我 您放心 我一定会比阿妩自己更爱她 让她的每一天都快快乐乐 让她的每一天都快快乐乐 幸幸福福的生活 妈妈 你放心吧 小哥对我很好 我一定会幸福她的 阿妩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从前十年 我只会很幸福 我只能在背后默默地关注你 但是我现在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我已经很满足 但我的私心 还是希望和你永远在一起 今天在妈妈的面前 我向你承诺 我会用我的一辈子爱你 你可以满足我的私心 让我陪你走完 以后我的日子吗 我愿意 你不愿意没关系 那里可不可以在 不是我愿意 我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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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 你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小九爷的安排了 他说 他想在你最重要的人面前 向你求婚 所以 我们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虽然在墓地求婚有点奇葩 但九哥对你的心意 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会说话你就给我闭嘴 哪里奇葩了 不奇葩 我很感动 谢谢九哥 小九爷 你可是在阿姨面前 向她求婚的 一定要好好对她 可一定不能反悔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我妈妈